大家好,大家在给蝴蝶兰换盆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它的根长得非常的紧密,缠绕在一起 如果我们想把里头旧的基质弄出来的话很可能会伤到这些根 今天我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来和大家说一说我是怎么做的 先看看这株蝴蝶兰,这个是我在圣诞节之前买的一个杂交品种,非常的美丽 买回来的时候它上头有两枝花杆,当时只有一枝开了花 到目前为止第二枝也还没有开花的迹象,所以我就决定先给它换一个盆,养养它 现在来看一下实际操作,这盆花买回来的时候比较小 为了让它能够稳定的固定住,我把它放在一个花盆里,周围埋了很多小石头 拿出来以后看一下,可以看到它的根长得非常的好 在这个小小盆里长得满满的 现在来看看它剩下的另外一枝花梗 这个花梗的边都有一点焦掉了,所以我估计它不一定会开花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决定给它换一个盆 如果你的兰花还在开花,我会建议你等到它开完花再说 换盆之前一定要注意保存标签 然后用剪刀把小盆剪开 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伤到它们的根 从小盆里取出来以后 我一般会用它上头原有的这个金属小棍 慢慢的把旧的基值一点一点的挑出来 但是这次我试了一下以后发现它卷得太紧了 这些旧的基值实在是挑不出来 我就从它的缝隙里头看了一下 这盆蝴蝶兰并没有烂根 而且它这些旧的水苔也没有没变的现象 总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我就决定暂时不把这些旧的水苔拿出来 只是给它们换一个大一点的盆 一个宽松一点的环境 让它们的根长出来一些 然后下一次才来看 是不是需要把所有的旧的水苔都弄出来 首先我把表面这些比较干的 不太好的根给它们剪掉 当然这一步不是必须的 如果留着它们也没有关系 只是剪掉看起来好一点 然后把已经开过花的那只发干的花茎剪掉 我用了一个桃盆 把底下的这个洞用一块大一点的树皮堵上 然后在底下装上一些比较粗的树皮基值 这样它的透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好 蝴蝶兰不容易烂根 然后我把拆开来的这盆蝴蝶兰放在里头稍微的凉了一下 到这个高度就基本上差不多 底下就不用再垫树皮了 现在我们来往盆里装其他的树皮基值 这里我会建议装一些稍微粗一点的树皮基值 使得它的根有空隙可以往外涨 对我们下次换盆造成比较方便的状态 就这样往两边填进去 当然也不要全部用大的 大的和小的掺在一起 但是尽量用稍微的比较宽松一点的植料会好一些 装好盆以后把原来拿下来的这个支撑用的小棍子插回去 把花梗夹回去 虽然看起来不会开花了 但是我暂时还不想放弃 不想把它剪掉 最后用细碎的植料把缝隙稍微的填一下 不要忘记把标签插回去 这样我们的盆就换好了 这样换盆的主要目的是给它一个宽松的环境 让它的根能长得松散一些 下一次我们就有机会彻底的换盆 换好盆以后我们来泡一下水 因为它外面的那些树皮基质是干的 而且完全没有肥料 所以我会用这个花肥来泡一下 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兰花肥是哪里买的 我是在一个兰花展览上买的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在哪里可以买到了 按照它上面的说明 四分之一茶勺或者更少一点 需要勾兑四升的水 把换好盆的兰花放在水盆里 因为它的水不够深 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小凉杯往边上浇水 尽可能让它的树皮都浸透水 大家要记住 这个泡盆不能泡的时间太长 因为我这一盆的中间还是水苔 如果树皮完全的浸透了 那么水苔的水可能就会太多了 所以适当的观察一下 我这盆花浸泡了两个小时就把它拿出来了 底下那个小盆一个是比较重 可以固定 第二个它可以漏水 这样使得这盆兰花不会挤水 我们来看看它另外一个花间 它这个边都有一点干了 所以我估计它不会开出花来了 因为我这个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所以只能随它去了 注意观察吧 过一段时间如果确认它不会开花了 要把它剪掉 不然的话会消耗养料 这个是两个星期之后 看看中间那个小叶子已经长得很大了 说明它已经适应了 恢复了 我们这次不完全换盆就算是成功了 后续我会和大家来更新一下它的生长状况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不完全换盆的状态 中间是水苔 而旁边是树皮 所以在浇水的时候一定要很注意 尽量的浇在树皮上 不然的话中间太潮湿 非常容易烂根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